而为了让青年走出户外运动强身健体 也培养篮球的人才 国民党大舞乡青年工作会 在大舞国中举办了108年 亲舞杯少年篮球邀请赛 由远从关山池上等地来的球队 共襄胜举一同切磋球技 队友传接球转身投篮 漂亮助攻成功为球队拿下分数 这是在大舞国中举办的108年 亲舞杯少年篮球邀请赛 由远从关山池上的球队共襄胜举 因为现在的学生通常都是一击在手 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尽量都是 我们就是要提倡运动 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是说 我们就是还是以国中组为主 对 就是我们就是以12队为限这样子 最北到场兵 上兵关山池上 然后四区的 然后大网大午这样子 篮球比赛是讲求团队合作的运动 这次参赛的12支球队 除了发挥平时球队训练成果 也透过比赛相互切磋球技 并展现团队精神 第一个不要太急 然后传球传球传好 然后想清楚再传球 就这种 然后就要讲话团结 我们的速度快 然后很积极 然后很灵活 比赛总有输赢 不论最后结果如何 重要的是球员们可以从比赛中 学习各队优点来提升精进球技 记者长文杰大午相报道 然后再次参赛